哈喽大家好 我是中心社记者于瑞东 我现在是在加拿大的蒙特利尔 我正在COP15第二阶段会议的会场里头 那么我们每天工作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几乎可以说是我们每天工作最常来的一个地方 就是大会会场里头的中国角 大家看一下 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有很多精少的设计 也是整个COP15大会会场里头的一个绝对的亮点 今天我们也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中国角的工作人员 也是来自中国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的高岳 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哈喽高岳 哈喽 好的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请高岳 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中国角的情况 我们就跟着镜头边走边说 好的 没问题 这边其实相当于是我们能看到 相当于有我们本次COP15大会的主题 右边呢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中国角的这个logo 我们用了我们中国的传统印章转课的这种方式 又看字还有这个英文 这样就是外国人也看得懂中国人也看得懂 而且它跟这个大会的惠惠也相得一张 灰灰也是一个中国式印章的一个元素在里头是吧 对 然后它也整个的这个也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对 像第一阶段的时候我们在昆明来举办 这里面看有绿孔雀 有我们的金面 有我们的大熊猫 还有我们的这个特有的这种鱼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花的这种 花和蝴蝶来代表我们中国的这样的特有的物种 整个来组成这种 我们来承办这个生活多元性大会的这么一个美好的这种愿景 大家看到这个环 我们上面的是一个圆形的一个这么一个设计 中国人吧 传统哲学里面有这样天元地方的这样的概念 上面像一个环形 然后下面其实我们的会场还是可能以方形的这样的来为主 我们这里面也是搭配了很多的这个植物 也是想要营造中国的这样山水园林的这样的概念在里面 它像我们这个包住 其实这个上面撒它来做这个装饰的时候 也是用了很多中国的特有物种 比如说有雪豹 有杨泽厄 有东北虎 还有对角林 还有猪环 这都是我们中国的特有物种 也想要来呼应这个生物多样性的这个大会 然后来呼吁大家来保护这些珍稀的物种 DNA的物种 这里还有一幅 还有一幅书法作品 这是跟中国人的这种很传统很褚素的这种 生物的这种哲学思想 息息相关 道法自然 天人合一 下面的这个是我们圆满城的同志们他们从云南带过来的这些标本 也都是很珍惜的植物 在向前走就进入到了即将进入到了我们的展览区 今天这个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是江西主题日 展板的这个内容里面相当于这是有他们的前沿 然后后面我们有17块的展板 整个一个大的展墙都是在展示着江西省的这个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和工作的这些成果 整个大会期间我们中国脚呢实际上是给大家准备了有八场的主题日是吧 对八个主题日的展览 展览 然后还有26场编会 所以其实中国脚这里的展示的内容是非常的丰富的 这边还有一块展示区 有很多的食物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的云南省 他们带来了很多关于有民族文化 还有当地的这一些种子 甚至就是产业这样的食物的展示 然后这一块呢 圆形设计的是一个编会的会议区 每天在这里有不同的主题的编会在中国脚举行 而且我们中国脚的工作人员还在这里设立一个小的接待台 接待台 接待台每天的非常的受欢迎 准备了一些很多的资料 供各方的餐会的朋友来领取 今天的介绍呢 就大概是这样了 我们也非常的感谢高岳今天抽时间 为我们这么细致的讲解 好的 谢谢大家 欢迎来我们的中国脚再看一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